柳維市皇后區僑界 提前舉行國慶升旗典禮 基於防疫限定五十人以下參加 人數雖然受限 與會者卻熱情不減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 沒有理由在聯合國缺席 中華民國是美國的同盟國 沒有理由在華盛頓沒有大使館 中華民國曾經在紐約市 有駐紐約總領事館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把中華民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恢復起來 駐紐約辦事處長李光章 七月到任後 首次參加僑界國慶活動 他表示 國際對於台灣自由民主的肯定 支持台灣的聲量 是他投入外交工作未曾見過的 台美關係在過去一段時間來 日趨密切 可以說到達過去四十幾年來 最佳狀態 當然是全體海內外 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 也在在的證明 台灣 額不顧必有名 紐約州參議員劉淳毅 市議員顧亞民等長期挺台的民意代表 也到場表達支持 乔委會委員會委員長 同政員則是以預錄影片表達 海外僑團儘管疫情嚴峻 仍排除萬難 舉辦實體或線上活動 慶祝國家生日 凝聚全球能量支持台灣 令人感動 莊社記者尹俊傑紐約報導 多次市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